現在來介紹屬蛇的 屬蛇的六合貴人是屬猴 就是猴 那他的三合貴人就是牛跟雞 那如果你把這三種肖像 還有或者是開陸品 帶在隨身攜帶 帶在身上 您就能夠貴人顯現好運連連 我們看這張圖表 屬蛇的 他的榴槤貴人是屬猴 他的身體貴人是屬牛 他的財運貴人是屬雞 如果屬蛇的朋友 您身上帶著猴、牛、雞 這三個肖像 或這三個開陸品 您在每年的榴槤上 您就會減少一些官司是非 讓流連過得平安如意 那屬牛的朋友 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永保安康 減少一些意外血光 那這隻雞 可以幫助我們創造財運 減少破財損失 所以屬蛇的朋友 這一輩子的最好貴人 就是屬猴、牛、雞 那我們來看看 屬豬 豬就是蛇的六蔥 六蔥就代表有七成的機會 如果屬蛇的 你家裡擺著一隻大豬公 這個存錢頭 對蛇的人 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苦力的一些事情發生 所以說 您知道這個原理以後 你家裡 你是屬蛇 你家裡 尤其在你的房間 就不要擺豬 那也一樣 胡也是一樣 盡量不要擺胡 就是屬於六害 所以說 這兩個肖像 對屬蛇的人 比較不利 這三個肖像 對屬蛇的比較有利 但是如果屬蛇的人 要做生意 你要拜託一個屬雞的人 來陪同你去 有時候不容易 那您就可以 用所謂的生肖 貴人華 來加強你的財運 那是怎麼加強呢 就是把三合六合的生肖圖像 這個是用玉手雕刻按成的 你就可以掛在你的手機上面 小提包上面 口袋上 那至於大的三合生肖 可以放在車上 或者是這個 皮包上 大大的皮包上 吊起來蠻漂亮的 那也就是代表 時時刻刻 貴人都在你身邊 這就是 讓我們一種很簡便的 開運法門 開運法門